几百年前的唐朝 一个少年 他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自己说又遭风冷 为了给自己看病 家里把钱都花光了 有幸在十几岁的时候 得医机缘开始学医 最大的想法 就是希望自我疗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少年不但治好了自己的病 后寿命达到百岁以上 还成为一代千古名医 被老百姓称为药王孙思淼 药王孙思淼 把自己的经验所得 都写进千金方 书中专门提到了膏荒学 说膏荒能治百病 无所不聊 通过几百年的中医实践 认为人体全身丸疾病 统统与膏荒相关 所以中医很多典籍中 也曾有运动膏荒学 除一身疾的说法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学位 膏荒学 膏荒学 双学 属于膀胱经 左右对称 在中线 督脉 第四胸椎脊凸下 在旁开三寸 四横指的位置 实际是肩胛骨横向中横线上 位于肩胛骨内侧 记住不在肩胛骨上面 所以动肩胛骨自然就可以刺激膏荒学了 而且膏荒学和乳中 淡中 天宗学 绝阴瑜学都是一条水平线上 除了高寿的药王孙思淼 几乎所有的古籍医书 都是这么推崇膏荒学 能治百病 尤其是上交的肺病和心脏 要知道 古时候死亡率最高的 就是肺病和心脏病了 包括现代也是如此 大家从这次的新冠 一直到现在的流感爆发 就可以看出肺的重要性了 膏荒学可以一分为二的 来理解它的作用 一 针对很多已经病奄奄 慢性病 肺不好 心脏不好的人 它有补益虚损 养肺调心的作用 所以 临床上多 用于治疗肺气虚弱 所致的咳嗽 气喘 骨症倒汗 肺痨等病症 心气不足 心火上饶所致的癫狂 健忘 胰经等病症 各种原因所致的雷兽虚损 二 针对寒食很严重的亚健康人群 很多人 看上去没有多少疾病 但是潜在的风险很大 比如阳虚 寒食重 一吹风就容易感冒 一有什么传染病 包括这次的秋冬 大面积爆发的流感 而且症状重 时间长 那么高荒学也是很好的 可以从根上帮助他们的 高荒这个穴位比较隐蔽 真不方便扎进去 手也难以按到 想要活动高荒 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爱酒和自我锻炼 大家一起活动肩胛骨 刺激高荒学 另外 春夏季节我会重酒高荒学 秋冬季节养护改为温酒 当然寒气很重的话 秋冬一样可以重酒驱寒的 爱酒高荒学 可以把最深层的风寒湿毒淤血酒出来 让身体从根上调制 夏天是冬病夏至了 冬天是冬病冬房 爱酒高荒学的疗效 非常明显 尤其肺寒不好 反复会发作 心肺弱全身就生病 高荒学一定要用起来 从根本上改善体制 孙思淼曾说 此学无所不至 三个动作拉开它 大病恶疾都远离 当形容一个人并无可治时 人们常会使用 病入高荒这个成语 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高荒其实是人体上一对重要的学位 这么好的学位到底是什么呢 如何用呢 大家都听说过病入高荒 这个成语 它源于左传中的一段典故 静景宫患了病 太医经过诊断 对景宫说 病入高荒 药物已无济于事 无法治了 后来景宫不治而亡 于是后人常用病入高荒 来指病重难治 药王孙思淼后来评论时说 食人捉 不能求得此学 所以素极难浅 若能用心方便 求得久之 无极不寓意 孙思淼所指的此学 就是高荒学 药王孙思淼的意思是 这些人医术低 只要找到高芒学 病久他 任何病都会好 这个学位真的那么神奇吗 一起来看看 打开高荒学 百病都难藏 药王孙思淼 爱久养生高寿 一百零二岁 并在千金方 杂病论中说 高荒学无所不治 高荒能主治 虚雷受损 五劳七伤 急梦失精 上气咳腻 弹火发狂 健忘 胎前产后等 百病无所不聊 历代医家多认为 高荒学有补益虚损 养肺调心的作用 临床上多用于治疗 肺气虚弱所致的咳嗽 气喘 骨症倒汗 肺腦等病症 心气不足 心火上饶所致的癫狂 健忘 胰经等病症 各种原因所致的雷受虚损 高荒这个穴位比较隐蔽 真不方便扎进去 手也难以按到 想要活动高荒 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爱酒和自我锻炼 取学方法 高荒学是人体膀胱经上的一个大穴 在后背肩胛骨旁 取学时 病人座位 双手交叉 紧抱双肩 肘关节贴近胸前 将肩胛骨打开 从大锥穴向下找到第四胸锥脊凸下 再旁开三寸处 爱酒高荒学 可以把最深层的风寒湿毒淤血酒出来 爱酒高荒学的疗效很明显 也会让人很愿意去做 爱酒三两天 肚子会咕咕响 气很足 体质偏寒的 可能有排寒反应 比如肚子或腿发凉 还有的可能会发汗或隔气 如果酒一个星期 一点动静都没用 说明身体很干净 当然打开高荒穴的方法 不只有爱酒 平时的自我锻炼很重要 运动高荒穴 除去一身疾 开合高荒的方法 一 双肩旋转法 防治心 肺疾病 两手自然下垂 中指贴住大腿两侧的风式穴 以肩为轴 双肩一起往前转动十次 这就是在开高荒 然后仍旧以肩为轴 两肩往后转动十次 这就是在合高荒 这个动作可以把高荒活动开 充分松开肩背部 长期练习 能有效解决肩背痛的问题 而反复的前后拉伸 又能使胸腔得到扩张 这也能有效防治心 肺疾病 二 像扇子一样开合 肩背疼痛明显减轻 两脚平行站立 两膝微曲 腰直 胸平 两手握拳 两臂缓缓抬起到胸前与肩平 然后用力向后拉至极限 使肩胛骨尽量向脊柱靠拢 挤压两侧高荒穴 略停一至两秒钟 再恢复原姿态 后拉时深吸气 回收时呼气 动作在水平面缓慢进行 动作到位 使背后有酸胀 出汗的感觉 这个动作可打开和挤压高荒 做完几次后 人会感觉周身清爽 肩背疼痛明显减轻 三 反拳垂疾法 缓解肩背痛 疏通血脉 反拳垂疾也是一个开高荒的好方法 具体的做法是 把手放在人体背部 反拳沿着脊柱敲打 这样做可以把高荒震开 又叫震随法 久坐后 可依此法经常敲打自己的背部 缓解肩背痛 疏通血脉 这些方法既可易受延年 还对肩周炎 慢性支气管炎 肺气肿 颈椎病 乳腺增生等 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中医博大精深 这么好的穴位 有多少人不知道如何用 甚至都没听说过 看了此文 大家要学会自己锻炼高荒穴 远离大病恶疾 防治百病就靠它了 记得推荐给好友们都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